他是一个最典型 最赤裸裸在大家面前呈现的 需要帮助的团体 请接友吃饭 这个粉丝团 从学生组织转型社团 他是推动者之一 也是隐身网络平台的小编 我是刘一川 那我现在的状况是右眼罢工 然后左眼剩下0.4 0.5的视力 谨慎左眼视力 在求学路上是挑战也是阻碍 他的座位从来不是在他的位置上 而是在老师的讲台那里 因为他看不到 和爸爸一样都有先天性视网莫剥离 父母离异后 两父子生活过得艰苦 学校要交一些经费 书费 然后那个数字看到 心里会困难 贫穷 这样的字眼不只是一个智慧 它更是一种感受 贫穷与卑微的童年几乎淹没他 在最封闭的时候遇见刺激之工 走进他们的生活 默默陪伴 定期送物资 就这样过了八年 刚介入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避暑的小孩 不大爱讲话 我会长大 时间会过去 可是师姑还是会照常来 从国小六年级的小男孩 长成大学三年级的大男孩 欲称越来越开朗 我觉得我能够走出来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被看见 包含师姑来家里 然后我也参加了慈祭的一些奖学金 那对我来说是很多的肯定 志姑看见了他 从此没放弃 用花白的法思 见证岁月 见证孩子的转变 如今 欲称延续这份被重视的感觉 用自己的方式 看见社会角落 有巨大的梦在前头 有你有我 感谢观看